西蒙在意大利已经生活了六年 她准备八月份回国 看望父母 好好地在国内修整一下身心 为了爱情 西蒙离开祖国 离开蒸蒸日上的事业 离开父母跟着女友善美 远赴意大利工作和生活 后来因为特殊原因 西蒙和善美回到意大利乡村生活 老丈人在意大利小城开了一家超市 善美回去后帮助父亲打理超市 西蒙平时做做自媒体 在家里遥控指挥一下 留守在罗马公司员工的工作 然后陪着老丈人狩猎 这种轻松惬意的生活 曾经让西蒙很满足 她感觉这种逍遥的日子 国内很多人达不到这种生活 特殊时期过去 西蒙的上进心被激发了出来 她和善美商量 两个人重新回归罗马打拼事业 随着年龄的增长 善美逐渐喜欢上小城 没有压力的生活 西蒙和善美两个人意见发生了分歧 曾经美好的爱情有了裂痕 西蒙独自一人去罗马打拼 离开善美家的时候 碰到了老丈人 老丈人知道西蒙的决定后 抱着西蒙留下不舍的眼泪 现在西蒙已经慢慢地走出感情的困惑 马上就要回国看望父母了 她觉得没有把人生的另一半带回去 人生很失败 不知道如何面对父母 其实西蒙不用顾虑太多 对父母来说 无论成功与否 儿子平安地回来就是最高兴的 别人的评价已不重要 放下过去吧 未来都是好日子 善美是一个意大利女孩子 她曾经在中国留学工作 因为父母岁数大了 希望女儿能回到意大利 善美辞去工作 从中国回到了意大利 深爱女友的西蒙放弃了国内的高薪工作 跟着善美一起去了意大利的罗马 两个人共同打拼事业 碰到了特殊时期 西蒙和善美就回到了意大利乡下 善美的父亲就把超市留给女儿打理 西蒙生活在老丈人家 除了善美一家没有什么朋友 几乎见不到中国人 意大利乡村是宁静的 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工作生活 留守的都是老年人居多 西蒙也慢慢地适应这种生活 她除了完成自己的工作 还时常陪着老丈人去山里狩猎 陪着善美一家人去海边度假 在西蒙以前的视频中 看得出她很享受这样平静的生活 日子过得悠然自得 关心他们的粉丝们 很希望西蒙和善美生个孩子 一家三口回到中国 探望父母 西蒙在意大利农村生活了几年 大家没有想到在一起六年的小情侣 却选择了分手 如果是为了选择在哪里打拼事业 产生了分歧 真是有些替他们惋惜 毕竟有这六年的感情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西蒙在罗马开过三年的旅游公司 她的人脉关系都在罗马 所以一心想回到罗马 重整自己的事业 加上罗马是大城市 中国人多不像在意大利农村和小城市 一个中国人都看不到 西蒙感觉自己以前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再待下去就会抑郁了 善美和西蒙的生活态度刚好相反 以前善美也向往大城市 喜欢大城市的生活 随着年龄的增大 她觉得尤其在大城市压力大 不如在小城市生活 况且小城市还有自己的家族企业 需要她管理 她最终选择了留在小城市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两个人思想上的分歧 也导致了感情上的裂痕 西蒙选择离开善美去罗马继续创业 她离开善美家的时候 刚好碰到了老丈人 老丈人得知情况后 劝西蒙留下了 西蒙谢绝了老丈人的好意 老丈人拥抱着她 留下不舍的泪水 西蒙的老丈人没有儿子 只有两个女儿 她在老丈人家里几年 老丈人把她当儿子 西蒙帮家里劈柴 陪她去山里受炼 西蒙生病老丈人亲自给她打针 西蒙回忆着这些美好的日子 她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但是西蒙是一个有抱负 有理想的人 她不想把人生 最好的时光虚度在这里 她挥泪告别了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她在罗马租了房子 开了公司 好朋友们不放心她从国内飞到罗马去看望她 西蒙陪着朋友们 由罗马名胜古迹 看到她生活和工作正逐渐的步入正轨 大家都放心了 从别人转发的视频里 看到善美也从感情中走了出来 她的父亲在意大利小城盖了新别墅 善美喜欢小城市安静 没有压力的生活 她经常和女伴们去爬山去运动 日子过得很舒心 西蒙和善美虽然分手了西蒙处处维护善美 说明西蒙的人品非常好 爱情和婚姻上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合适与不合适 现在的西蒙成熟了也更坚强了 她在罗马拿到了最难考的驾照 也适应了海外生活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收获 其实人生的路不会一路平坦 都会有坎坷崎岖 爱情和婚姻不是枷锁 前方一定会有一个真正爱你 懂你的好姑娘与你同行 回家吧 家才是温暖的港湾 父母才是最爱你的人 人生不在于成败而是风雨中的坚强和执着 放下过去吧 未来都是好日子 相信西蒙会勇敢地前行